最近中国女排已经开启亚运以及奥运资格赛的备战,期待拿到好的成绩。 随着集训开始之后,中国女排的集训照片,包括入选集训的16人名单随之曝光,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,这份名单对比此前外界的预测发生重大的反转和变化。 首先在此前,很多球迷都觉得朱婷有可能回归。 毕竟朱婷已经回国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在休养,正常来说伤病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 另外一方面,这一次亚运会在家门口杭州举行,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,必须确保拿到亚运会的冠军。 之前蔡冰曾重点强调过,我们要争取战上最高领奖台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为保障球队实现目标,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姐以及顶级球星,朱婷无疑地回归球队持援。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,从最近媒体曝光的集训16人名单来看,朱婷并没有出现在里面。 而从最新曝光的12人集训照片来看,像丁霞这些老将已经回归,包括浙江的主公小将陈希月同样已经回归球队。 对比之下,朱婷始终没有出现。 这个意外决定无疑在外界引起非常大的争议,很多球迷都觉得,朱婷是不是在刻意远离中国女排。 其实,球迷之所以对朱婷有不理解的情绪,主要是因为之前朱婷流洋打比赛了。 此前上个赛季,朱婷到国外流洋打球,还帮助球队拿到佳绩,很多球迷自然很不解,既然朱婷都能够到国外打球,为什么回国却不能为国征战?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? 从目前来看,其实不是朱婷不愿意为国征战,而是因为她的身体情况确实不是特别理想。 这一次缺席亚运的集训,估计她的团队和教练组都有苦衷。 之前接受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,朱婷就已经透露只有身体100%确定康复后,才会立马回归中国女排池圆。 这一次没有回归,朱婷大概率还是身体康复,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。 此前,朱婷之所以可以流洋打球,完全是因为背后一直跟立一个强大的团队,朱婷是边恢复边打球的。 之前,朱婷一直是利用国外的赛场进行康复,为国内的比赛做好准备。 所以,这一次如果朱婷没有能够出战,希望各位球迷不要太多指责她。 尽管如今的结果对于蔡斌和郎婷来说,是挺无奈和遗憾的事实,但是我们也必须接受。 因为竞技体育就是这样,运动员随时面临着伤病的困扰。 当然了,即便朱婷不能出战,中国女排也完全有机会夺得冠军。 毕竟中国女排在亚洲依旧是老大,此前是联赛,我们打败各路强敌夺得亚军,实力是不容小觑的。 日本泰国这些队伍恐怕不是我们的对手。 各位球迷尽管放宽心,期待中国女排打出好成绩。